许多人都有一个梦想 说不过要环游世界 但说着容易 真正完成的却不多 有这样一位朋友 他用了35年的时间 完成了环游世界的心愿 徐浩平 台湾地区著名文化学者 身兼记者 主持人 作家 歌手 于一身 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 他拍摄了长达4000个小时的纪录片 镜头中的他 与各种文化迥异的人们 都能亲如一家 最贴切地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好 我们一起来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 徐浩平先生 大家好 您好 徐浩平姐姐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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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谢谢 很多人啊 刚才我说了 都特别想去环游世界 那么您环游世界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最开始呢 我发现就是为了 我瘫痪残疾的妈妈 因为在我出生那一年呢 台湾在台风的肆虐之下呢 发大水 那那个时候 我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姐姐 分别是四岁到九岁 那当时我妈妈 怀着我七个月的身孕 在淹水已经淹到了桌子 淹到了屋顶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把一个一个孩子 游着泳背着 躲着游到对面的一个初中的楼上 才能够躲过这场灾难 但是也因为这样 当妈妈在生我的时候 就难产 而且呢 产后的各种的疾病 造成了她 残疾瘫痪了 足足24年 等于你从记事 对 认识妈妈的时候 妈妈就都是 卧病在床的状态 对 的确 我印象里 从小妈妈 就是在病床上 我觉得 人家都说是我在陪妈妈 其实我觉得是 我最大的幸福 就是来自我家庭 能够跟着妈妈 在她病痛的时候 在她的床边画图 那你都给妈妈画什么呢 对我来讲 我就是一个孩子 看到的世界 我就画给我妈妈看 我记得六岁的时候 爸爸呢 骑着自行车 我就记得坐在爸爸 自行车前面 那个小腾椅上 然后呢 爸爸一面骑 我就 我溜溜溜的眼睛 左看右看 就看到旁边 有一个庙会 我心里第一个觉得说 要是我的妈妈 能够看到这一幕 该有多好 于是呢 就在妈妈的床边 我就画了庙会 结果 就是现在看到这幅画 我妈妈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发现 她眼中散发出一种光芒 她开始说 你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老背哨 你看画面中间 上面那个老背哨 那个前面的人呢 是个假的 是个假的 后面这个小孩才是真的 对 也就在我妈妈跟我讲述 这些内容的过程 我发现 她的眼中的光芒 是我一直想寻找的一种 非常温暖 而且非常质朴的 一种生命力量 我的画 唤醒了妈妈 对于她自己生命的 好像一线树光一样 也就是说 您用您的一双眼 对 把外面看到的世界 画在了纸上 对 而妈妈又通过她的一双眼 从纸上 打开了她的画匣子 对 两个人的这种互动和沟通 无形当中成为 你们这个家里的 一个主旋律 对